中國農業農村部4月23號發布消息稱 中國大陸的非洲豬瘟疫情趨緩 有23個省份的疫情已經解除 但是海外媒體相繼發表文章 質疑中國非洲豬瘟疫情嚴重 已經超越中共對外公布的數據 並擔憂疫情擴大 危害全球 中共農業農村部23號發布消息說 截至今年4月22號 共發生129起疫情 累計撲殺102萬頭生豬 23個省份的非洲豬瘟疫情已經解除 《紐約時報》23號發表署名文章表示 由於一些豬農沒有向當地官員通報疫情 並將死豬丟棄在河川、沟渠 以及中共官員對疫情處理不積極 導致中國非洲豬瘟疫情的實際情況可能更嚴峻 一位大陸豬農告訴新唐人 中共政府對於病死豬的補貼只限於大型養殖場 一般的散戶是不予補貼的 近兩年來 因為中共聲稱考量環保問題 不允許散戶養豬 紐約時報的文章認為中共試圖掩蓋問題 因為豬瘟病毒已波及更多生豬和更多地方 它的嚴重性超過了中共官員所公布的數據 大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農業研究人員表示 中共拿出的數據並不真實 因為中共官員為了政績就編造假的數據 呈報給統計部門 當統計部門覺得數據編得好看 就以升官作為獎勵 彭博社24號發表評論文章指出 中國非洲豬瘟是一個熟悉且不祥的故事 豬瘟疫情類似當年中共對薩斯病的封鎖 導致薩斯病迅速擴散到其他國家 重創全球航空、旅行、商業 並危及人們的健康及生命 文章說 中共在維穩的情況下 封鎖了所謂具有威脅性事件的真實報導 包括非洲豬瘟疫情的嚴重性 這讓全球公共衛生當局擔憂受到波及 因此 如何要求中共以負責任的方式來處理 報導中國豬瘟疫情的危機 是全球各國的當務之急 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名譽教授賴秀穗分析說 中國境內非洲豬瘟蔓延迅速 短短的8個月就全國淪陷 主要原因是中共沒有按照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標準程序處理 做事感染豬瘟病毒的豬隻必須全部撲殺 然後再銷毀 但是中共政府強調 非洲豬瘟不會感染人 只要煮熟後食用就沒問題 這是感染病毒的豬 透過食品工廠流入市場 進入食物鏈 賴秀穗表示 目前非洲豬瘟在中國是處於非常高峰的感染期 因此會威脅整個東南亞國家 越南、柬埔寨相繼稱為非洲豬瘟的疫區 臺灣因為防疫措施管控方面非常嚴格 所以沒有受到波及 若一旦鬆懈也會受到感染 賴秀穗質疑中共隱瞞國內非洲豬瘟的真實疫情 賴秀穗認為中共給出的數據是無意義的 他的疫情處理方式對外國的防疫專家而言是非常可笑的 極了 駕賗質疑 避免